随着国内不再公布确诊者足迹后 先前的实验制已经被台湾社交距离APP所取代 而这个社交距离APP是透过手机的燃牙技术 如果曾经与确诊者在两公尺内接触超过两分钟 民众就会收到警讯通知 虽然目前下载量已经超过了900万次 但要达到精准异调 中央估计可能要到1300万人下载才更有效 但这个APP并没有强制下载 也让民众对于它的效果存疑 甚至收到简讯通知之后 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的深入报道 用了将近一年的简讯实验制正式走入历史 商场入口处原本贴着的实验制 已经被另一款APP给取代 前绿色的台湾社交距离APP 不用注册会员 不用登录任何资料就可以使用 比起先前的实验制 更能精准掌握足迹以及接触范围 因此4月27日起 政府大力推动国人下载APP 也取消了相对的疫调 那留着这个实名字 只是让大家更不方便 已经没有办法带来实质的效果 在两公尺之内 那接触有超过两分钟 就会显露 所以并不是密切接触者 所以并不是密切 当然如果你现在在 三十分钟 五十分钟 那当然自己就要很小心 台湾确诊个案数狂飙 现在不公布足迹 而且要朝疫调精简的方向前进 社交距离APP的运行模式 正可以缩小框利范围 以减少医疗人力耗费 社交距离APP 是以蓝牙的讯号强弱 来判断使用者之间的距离 一旦民众发现自己确诊 就可以上传随机ID APP紧接着会捞出 十四天的接触记录 曾经跟确诊者距离两公尺内 而且接触时间达两分钟的 使用者就会收到警告通知 其实这个APP 2021年5月就上架了 还一度掀起安装热潮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 民众的使用心得是如何 我每次都是收到无接触 可能过去感觉一些 很危险的地方 但是还是都不会收到讯息 看APP它后续的配套措施吧 如果是照现在这样子做的话 应该没什么用 我有看它每天都有写说没接触 我有朋友是有真的显示有接触的 接触到确诊者 后来就有收到隔离通知数 有民众即使去过高风险地区 但却从来没有被通知过 也有人收到通知就自主健康管理 降低他人的染疫风险 但社交距离APP有利也有弊 它疫調精准还能保护隐私 但前提是得要有够多人下载 而且确诊者要确实上传资料才有用 台湾疫调的能力大概是80到90% 就是你100个接触者里面 卫生团是可以帮你找出80到90的人 比如在外面走的工作的这些人80% 有下载的话你才可以找到接触者 目前指挥中心定出了下载量1300万人次的目标 也就是总人口的六成都下载时才能达到精准疫调 不过这个措施并没有强制性 想冲高下载量恐怕有难度 而且没有手机的人又该怎么办 经过一个大数染疫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会再做个案一个去管理 所以那个足迹上面 我们不会再要求 做这个纸本的一个填写 那当然有些人一定是没有 那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是做一个大数的管理 社交距离的APP 让大家有机会 就会互相提醒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并不是要从这里把社区的传播链 就要把它断绝 没有 这想法是不一样的 台湾社交距离APP里头 会显示日期 以及与确认者接触的时间 那万一民众接到了警告通知 又该怎么做呢 你还是要把自己当做一个 可能要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真的假如说你有接触 而且如果说APP可以明确告诉你 差几公尺 去接触时间多久的话 这样才有办法去精确计算 我是需要去还是不需要去买快塞试剂 但如果说他只是告诉你 可能接触到时间太短的话 这怎么造成快塞试剂的浪费 社交距离APP像是个网子 不够密就没有办法筛出该匡列隔离的人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 由于社交距离APP不会追踪 使用者的位置资讯 因此收到警讯的民众 当然也不会知道自己在哪里 什么时候跟确诊者有接触过 而且就算收到通知 也不见得真的有染疫可能 真正会因为指标案例被感染 有几个条件 第一条件是病毒量要很多 第二部分就是接触时间要长 第三部分就是 它最好是接触的时候 口罩如果有袋跟没袋 有很大的差别 第四个其实是个体的免疫能力 Omicron的高传播力 早已促使各国利用科技 遏止病毒传播 澳洲2020年4月推出COVID-SAFE APP 记录相近1.5公尺以内 并接触超过15分钟的使用者 刚推出的一年间下载率达760万次 有779名确诊者上传资料 不过这段期间 其实澳洲有超过2.3万人确诊 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每个月仍烧掉纳税人10万澳币 甚至被认为浪费手机空间 但新加坡所推出的Chest Together 蓝牙会去追踪相隔10公尺内 使用者的近距离接触与时间 针对没有手机的人 新加坡国民只要注册身份证ID 以及联络电话 就能拿到一个追踪器 等同于使用APP协助完成检核 因此让Chest Together的普及率高达9成 国际的案例或许可以供台湾借禁 但如何将配套措施做得更完善 恐怕还有进步空间 但确诊人数狂飙 疫调人力吃紧的状况下 智慧科技成了防疫一大辅助 但还得仰赖全民的配合 才能共同打胜这场战役